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波污地区一个非常多特地拐地 我在这个地区做这些农业方面可能做了20几年了 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美的拐地 这个也是最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拐地 这拐地呢,有几大特地 第一大特地呢,是大 它是称独伦多的大波污,就是加拿大形状地带的最大的拐地 有多大呢?一亩是218亿亩 中国亩是1300多中国亩 在我们这两个橡皮的面积是最大一块地 这是第一大特地 第二大特地呢,是尽管煤 这一支大煤 第一,站在土地上面,任何一个角落可以摇看都能堵 你看到下面就是安大列河 一直要望到独伦多饲饮它 这是一个 再看看这个山的背后 看到了吧 是青山 这个青山我们称为大波污地区 称为加拿大这个农贝 一直从这个大波污 移生到这个安森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洞 死门 所以是很长的一个小山 我们称为这个农贝 所以这个是前面是河 后面是山 然后呢,这个地 这个地是很大的,大家看到了吧 很大的怪地 这是第二大特地 在这个地的增加 是一个树林 看到了吧 山上树也是 增加还有一个树树林 树林下面是流水 就山上流下的流水 OK 就山上流下的流水 在树林里面 这个树林里面呢 有两个 呃,池塘 这个是山上流下的池塘 你也可以找来把这池塘给你加宽一样 所以这的是有山有水 有这个流动的水 这是非常优美的地方 这环境是非常优美 这是第二大特地 第三大特地呢 这个农场 它的前部呢 前面呢 是鸩鸟 前面呢 是对着四种形 叫Greenspeed 这个四种形 这个四种形 由于这个 加拿大要寄一个 啊 高斯提罗层 这个都能多多大博物 这个车站就在下面 所以这个城市是快速发展 所以呢 它这四种 马路地面的 能应地已经在开发了 所以它前面的土地 很可能马上就要开发 住房啊 或者城市应地啊 或者你自己开了上应地 这是 对于可能 这是第一大 第一大有的 靠近城市 另外这地呢 在这个陕呢 山顶上面 还有一条路 这条路呢 这个也是 也有它的这个路端 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高房的进到山上去 啊 你进到山上面 看着这个安大列河 就像这个安大列河啊 就像在你家的后院的 啊 那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那条路上都是 都是名人住的地方 都是加拿大 当地名人住的 OK 现在我给大家看到这个地了 往里看看 OK 这个地呢 还有一块地 你看到云的那边地了 比这个地可能还大 也是这个主人的 这个地呢 它是两个地 两个地啊 是两个户口的 但是一个主人的 现在这个麦呢 是一道麦的 比如说一道麦的 OK 你看到那边 然后那个地的不云地方 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酒庄 这个那个白色的地方啊 就是酒庄 那就葡萄云和酒庄的地方 这个酒庄呢 是我们党地的这个这个非常致命的酒庄 这个酒 在我们这儿的大部分地区 我已经搞了阿尔多尼 一个土地 这个靠近这个河旁边的酒庄呢 是很多葡萄的 这酒是可以出口中国的 在这个地区 产的葡萄酒 是基本上是一定都没有出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酒质量特别好 都是当地人呢 这个上门就把酒买完了 所以这个酒是 是国外是买不到的 这个党地人 党地一般买吃 你看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小池桃 这上面还有一个大的 这里面的 它一两个池桃 这增加还流水的 OK 这个树林也是那里 看看你看 这个 这地方是党地是 非常多人得的地感兴趣 但是亲不够啊 我也受到很多奥夫 这个这个 这个亲不够 或者有着疫情的影响 这个有亲的人现在有点担心 所以不敢拿下来 这个有人想在这儿的 进这个地的 这个另外再给大家讲 这个地的硬土 这个地呢 很大一块地 因为带闪带水 带城市开发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地呢 是非常多的硬土 第一大硬土 你可以进 高安府丘长 这是非常大的怪地 找不到这么大了 这第一大地 进高安府丘长 第二个大好处呢 这地方 我刚才说了 是葡萄酒 这辆最好的地方 你可以进一个巨大的一个 葡萄转云 加生产葡萄酒 这个酒呢 可以往这里 当地小说 也可以往国外小说 或者 就是另外呢 在这儿的环境这么有地方 你可以个人家的 婚庆的场所 和合同的场所 因为这儿的 你看四周五人 这个环境有美 这个开展什么样的合同就可以 所以非常好的地方 第三大硬土 还有点可能性呢 因为这下面小镇 长得发展非常快 小镇再往下面 就是安大列河 它没有土地 所以从长一季度上 它必然对这个土地 有真正的这个想法 也许将来 多少年以后 这儿的被开发的 这个新的目前不知道 但是银路是可以开发的 银路大概有 三十亩马上可以开发 这闪上证明 我们看这么大地 是不是开发 我不知道 但也可能将来会开发的 还有点可能呢 也可能这个地方来讲 你可以申请 作为墓地啊 如果做墓地的话 可以说 这是我进到的 可能是最好的一块地 可以说符合我们整国人 这个风水的习惯 背靠青山 面对大河 这地方是安静 美丽 那是万古长径的 所以这个地是有很多很多印度的 OK 最后一个事件呢 跟大家说呢 关于这个土地的价格 这个土地呢 我们挂价呢 是970万 但于这个卖家 就要卖 所以我们价格呢 一降再降 现在我们只要750万 但是没有太多的还价了 所以呢 现在感兴趣的人很多 但是现在都在楼里 这个楼外 给了奥夫 原来都差点 这个你成长之前 差点这个870万成交的 但是又秦布泽 或者土阿里 但是还在努力 而也有资格 华人感兴趣 印度人这种 整天的完 这个来找了这种 但是呢 现在都是 就是自己没到位的 所以呢 感兴趣的话呢 现在是 可以说 从这个疫情开始以后 这价格 从900多万 970万 降到750万 接着销售 所以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这样子要说 是非常难的这个机会 OK 我是赵永明 我是 这个地区的能力专家 这个 会员职业 新闻职业 这个 我在这家里 已经帮助很多很多华人 投资能场 这个 你来投资 我们就是朋友 这个 一辈子的朋友 OK 如是 一些都是在加拿大 做事 规规矩矩的 OK 谢谢大家